嗨大家好我是湯姆 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暗黑復仇者3這次的一個韓版的最新的改版 那韓版的話最近就是有一個一週年的改版 韓版也已經出一年了 那他這次的改版來說其實裡面東西變化是還蠻多的 還有改了蠻多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就是在這個背景的部分 背景的話他這次就是已經換成了這個一個海灘的一個模式 這個配合這個夏天換成一個海灘的模式 那另外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次他又出了一個新的這個泳衣 算是出了一個新的泳衣 那這次的泳衣我個人是覺得做的還蠻不錯的 非常喜歡 那比起他的第一套的出的這個泳衣來說 他這次的一個性感度或者是一個 我覺得他的一個精緻度也是來的更好 你可以看到他這次的話就是以法式來說的話 他也是一個類似比基尼的這種泳衣 那並且他的那個像是在手啊 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這個手環 甚至他這個指甲都有一個指甲油 那染色的部分是指甲油這個也都可以去做一個染色 像腳趾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實是有一個金色的一個指甲油 那這個染色部分應該是也是可以去做染色 那我主要這邊的話現在是只有針對那個就是泳衣的這個部分 現在就是另外去染一個黑色 他本來的黑色是沒有這麼亮的 那這個是還要另外去染的 那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次的這個新的時裝 我們這次要看一下這個新時裝 那在新時裝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一樣先來看看他有什麼能力值 那時裝的話也是三件 他有出了一個就是武器 武器就是他這個像是一把那個長的這個陽傘 那武器的部分他這次是加那個合作的一個副本的傷害3% 那在衣服的部分呢就是一樣就是傷害減免多0.3 那這個就比較沒有什麼新的 那在投資的部分他就是多了那個合作防禦多5% 那這次的這一套都是以合作的為主啦 那就對PVP來說就比較沒有幫助到 OK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部分有多哪些 首先就是他的那個副本終於有多新的 帶大家看一下 他這次出了現在的一般這個雙人副本 然後還有4個人打 挑出來4個人打龍的這個副本 那還現在多了一個這個 新的副本 那一天也是可以打30次 那其實這個就是 我覺得還蠻乾的啦 因為沒有時間打那麼多次 那這個副本的話 最低的戰力需求是1000萬 那我現在的話大概是1630萬左右 那所以這個12來說都還可以 那到第三階就是會比較難 那最高的話 他是要1900萬 就建議的戰力 應該是就是 建議戰力吧 還是入場可能是1000萬坦克入場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打一個最簡單的 來帶大家看一下 那這次他副本的話一樣就是會得到一些錢 那還有這個徽章 那這個徽章的話他現在有開放新的製作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看看他的新的製作 那這是一個三個人的副本 那其實這個副本我之前有打過啦 他其實在裡面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他目前是沒有辦法開放自動打 你一定要手動 那另外就是那個 如果你隊友死掉的話 你可以過去他旁邊幫他復活 那這應該是我覺得現在這個 第一階段是還蠻好打的 應該隨便都可以過吧 只要不要有人那個 掛機的話 那個右上他有一個進度條 你現在就是進度就是打四分之一了 前面都是會出來一些小小怪喔 等一下會有那個大BOSS 那因為我的那個武器的話就是有洗那個機率回血 這個機率回血的這個屬性在打 副本啊 或是打這個 公會網 我覺得都還蠻好用的 那等一下也在看 帶大家看一下公 目前的公會網的狀況 把第一隻BOSS出來了 現在進度是50%喔 第二隻BOSS出來了 其實這個一開始如果1000萬 然後現在大家都超過這個戰力來說的話 其實第一關是蠻好打的 那說第一階段是蠻好打的 那這個旁邊四個點喔 一樣會出補品喔 就可以來可以拿這個補品 那有時候是會有那個血 血瓶啊 血腹王就是那個雙人 那個四人副本裡面的那一隻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這個的話 好像是收集到什麼東西吧 這個是BUFF嗎 這個要再翻譯一下 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副本的缺點就是目前看起來是不能自動 所以你就是要比較有時間喔 然後要去打 至少是多一種模式喔 不然他其實 這個副本模式他其實已經很久沒更新了 這邊就是告訴你可以去幫隊友復活 可以多吃一個 好嗎 這個副本來就有先 我們有在一起 這個副本來看起來 不會不停 那個副本來看起來 我們要去做一個副本來 我們先去看一看 你要去看一看 看看 什麼 會有些會自爆的小兵 倒數就是跟你講說那個王快要出來了 沒有補品,這邊有一個補品 被吃掉 大招 看起來那個戰力還是真的不能太少 這個差不多可能不行 這個是有收集到buff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打這個副本他可以得到一些什麼東西 就是得到的 這個也是一樣就是每周會有個排名 那你會得到鑽石跟這個材料 像是眼球的一個材料 那他在這個製作的地方 這工匠的地方他也開了一個新的就是這個 所以他這次有開一個新的視頻 開一套新的 那這個視頻的話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製作需要像眼球要150個 那這個這個材料不知道在哪裡打 這應該都是剛剛那個副本裡面可以打得到 那但是就是要很花時間 那製作這個新的這個2加的這個稀有飾品 那這個飾品的話他的一個能力我們來看一下 你在這個衣櫃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套新的 你看看神話的神話還是只開放到裝備 飾品還沒有開放到神話等級 那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套最新的飾品 就是這個 但是他目前的一個套裝效果 這個其實現在韓文翻出來還蠻奇怪 他翻成那個馬力 所以這不知道加的是 不知道其實是加什麼能力值 那他的主要的一個能力值 是比目前用的最好的這一套 會再就是基礎能力會再稍微高一點 像這個 對戰的暴擊傷害嗎 對戰的暴擊機率 我看起來這一套是專門在PVP用的是不是 我來翻譯一下 看一下這個 這一套到底是 基本能力值有什麼差異 他是合作的一個 那個他其實是合作的一個體力增加 那像一般的這個的話 他就是這個就是一般的體力增加嗎 這個視頻就是一般的這個就是體力增加 所以你在每一個模式都可以使用 那這個這個的話看起來是合作模式下的一個 合作模式下的一個那個 視頻這樣子 那這個之後有收集到的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另外他還有改哪些呢 就是有一個我覺得差異比也蠻大的 就是他的那個人機對戰 PV對電腦的這個部分 他對電腦的話現在就是有可以自動了 我們來挑一個先挑一個戰力弱一點 1200萬這個 以前這個都是你要手動打電腦 那電腦的那個反擊或者是閃避都抓的很準 所以你會覺得很難打 那現在就是那個你的角色也是電腦幫你控制 那就是純粹比戰力 那我現在都不要動 他自己會少 但是我覺得你要打高戰力的部分 就是打對方戰力比你高的話 我是覺得手動還是比較保險 因為有些接招上面 你會在某些招你自己去接會比較順 交給電腦打的時候就是 他就是閃避跟反擊會抓的比較準 但是接招的順序其實是沒有自己控制來的好 這邊前面都是2000多萬 你找找看有沒有比較接近的 那麼1600萬左右的 好1300我們來打給1300 現在這個都是讓電腦自動打的 你就看到他一開始的閃避也是 這個反擊都抓很準 所以這個就是你如果高戰力打低戰力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可以放自動 就不用在自己那邊控制 那這個就是在那個人機對戰的部分 他也有做一個修改 那另外就是在像實裝的這個賣場裡面 這個可能就是跟台版就是差比較多 因為台版是不是直接這樣買實裝的 那之前韓版是可以直接買的 那現在變成說要透過一個那個實裝的這個卷 就要五個卷才能夠買一個實裝 那這個卷的話呢 就是這個實裝的兌換券 他還可以 你可以看到他有時候會特價 像這個舊的那個 泳衣他這次現在就特價了 就只要一個實裝兌換券 那有些比較舊的服飾就是 只要兩個服裝兌換券就可以 那在服裝兌換券的話 他現在就變成出另外一個禮包來販售 其實跟原本的價格差不多啦 那我就覺得換的東西好像也沒有多到哪裡 所以是差不多的 那就是這次一週年的禮包 那另外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現在的一個那個符文的部分 他現在就是有符文跟那個古代文物 那古代文物因為這邊我古代文物其實也還沒有好好的去經營 所以其實古代文物這邊就先不看 我不知道台版這個是開放了沒有 那先看符文的部分 符文的話我現在這一套用的就是PVP在用的 那可以看到在攻擊的部分 第一個是這個是哪個 一個是符空 敵人符空之後會有一個5秒的那個30%的一個傷害增加 那另外是有一個是那個敵人如果有一個debuff的一個狀態的話 也會有5秒的一個傷害增加的一個效應 那另外就是在防禦的部分有一個是那個20 你如果你的生命是20%以下要被攻擊的話 有機率發動就是說你的5秒內的傷害60%增加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你在那個空中被打的時候有一個機率是發動就是5秒會有50%的傷害也減少 就是你在空中被接招的時候不會那麼痛 那另外這個就是那個現在一定要用的就是PVP的你成功閃躲的時候會發動那個霸體 就是那個護盾8秒 那在這8秒內你是不會被控場的 那另外就是這個是那個如果被對方暴擊的話你的技能會有5秒的一個減少 那這主要看翻譯大概是這樣子啊 那目前配的就是這些 那這些就是有之前都把他那個升到2加的一個就是最頂的那個稀有的2加的稀有的一個這個符文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這次改版主要就是這些內容最主要就是多了一個副本 那當然我是覺得那個這次的那個泳衣是一定要入手啦 我個人是覺得做的真的是非常漂亮這套精緻度也不錯看起來這個值看一下染色的部分 會亮起來嗎 因為你點它應該會發亮不知道有沒有那個像指甲油是不是也可以染 那這次的一個改版分享就先到這裡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中文 親六字枪 親六字架 我 결국 Northern